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今天呢,我们再分享一个 临床上比较常用的生活中比较实用的方式 我们先讲这个主穴是什么 是我们的脾肿穴 那首先呢,我们一看这个名字 首先你应该知道什么 是脾的 它治疗什么呢 书上写的治疗什么 脾肿大脾炎脾硬化 但实际上呢 这个穴位治不了那个 或效果极差 我们临床上常用它来干什么 常用它来治疗消化不良 治疗消化不良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治疗消化不良的时候呢 就需要加上什么 加上通关通山 皮肿穴呢 在我们的中指第二节 也就是它的阴面第二节 看 取你的指横纹两道横纹 然后呢 在它的正中央 也就是正中线上两个点把它分成三等份 这就是我们的皮肿穴 那我们的通关通山呢 它在我们大腿的正中线上 然后正中线上五分 膝盖上圆上五分 为我们的 不是上五寸 为我们的通关 再上两寸为我们的通山 皮肿穴加上通关通山 治疗消化不良 效果非常好 接下来呢 我带大家实操一下 我们的皮肿穴呢 非常好取 它就在我们的中指上 中指的第二节 长面 然后呢 第二节的正中线上 两点三分法 意思呢 就是取两个点 把它分成三等份 然后我们直四进针 直四进针两分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皮肿穴 我们的通关穴呢 在我们膝盖冰骨的上缘的正中央 然后呢 在我们的大腿的这条正中线上 通关呢 在这条线的上五分处 上五寸处 那我们啊 如果你经常扎针呢 就不需要再拿这个 手指同身寸去量进 因为我们目测完了之后 基本上你目测 你就可以定位 它的五寸呢 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从这 大腿的正中线 然后 我们直次进针 这就是我们的通关 从通关呢 再直上两寸 哎 这个位置 看 它的两寸 就是我们的通删 两针全部直次 通关 通删 这就是我们的通关